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這款彩妝叫做純真年代 其實就想著它是一個小朋友的一個感覺 非常清零 非常舒服的一個妝感 首先要表現出純真年代的底妝 重點就是要小朋友的膚質 像這款粉餅呈現出來是克斯米亞的膚質感覺 不是太過於光亮的 帶一點點粉霧妝感 因為要像是小女孩凍傷的效果 所以在腮紅上面會比較清透 最重要是我選擇兩個不同的色系 當你的膚色如果是比較白系的話 會選擇粉紅色系的腮紅 慢慢的暈染開來 形狀是圓形的 看起來比較可愛一些些 健康膚色的女生就選擇粉橘色系的 如果選擇粉紅色系的腮紅 口紅的部分也選擇同色系的 像我今天選擇的是帶一點點珊瑚色系的 呈現出來同樣的性質 同樣的顏色是最重要的 因為重點放在腮唇 所以眼妝來說的話 我們就不要嚇得太重了 所以我今天選擇是 淡咖啡色系有金鑽光澤的眼影呢 淡淡的表現出光澤感即可